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世界自然遗产地范靖山 以97%的森林覆盖率和每年约200天的降雨量 孕育了7000余种野生动植物 包括大量珍稀和冰微物种 为了保护好这片珍贵的自然遗产 铜仁市境年来因地制宜 奔驱失策 采取生态监测 修建生态廊道 减少人类活动干扰等措施 严守生态防线 不断厚植范靖山绿色生态底蕴 日前 记者走进这片地球同纬度上 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森林 探寻其背后的生态密码 眼前这片林地是范靖山森林监测样地 几名来自贵州范靖山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的工作人员 正在测量数为观测树木的生长情况 期间 他们还通过红外相机监控 气象监测 水质检验等手段 监测范靖山区域内动植物的健康状况 我们以范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为依托 打造天空地人一体化的监测体系 对范靖山区域的水文水质 土壤 大气和生物等 进行持续监测 构建及科研监测应用 示范和共享一体的生态站监测网络 守护范靖山全域生态环境 据介绍 范靖山区域内现已建成水质监测点15个 河窗监测断面37个 气象站10个 森林监测样地31个 这为规范开展保护管理工作 提供了全面 系统 详实的数据资料和科学依据 位于同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紫围镇团龙村境内的这条公路 是西上范靖山的必经之道 随着近些年对范靖山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当地以藏球猴为主的野生动物数量显著增多 活动十分频繁 为了减少人类对藏球猴的影响 也为了保证通行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我们在这条通通公路上修建了一条高4.5米 宽4.5米 长约300米的通道 有效地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 在范靖山环线印江线和江口线的交界处 还修建有一座专攻动物通行的天桥 当地护林人员在这条通道上种植了多种植物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仿生环境 创建生态动物廊道是范靖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织 也是拓展以生动物申请空间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年来我们和多单位联合在范靖山环线修建生态廊道 共拓宽以生动物申请空间295平方公里 我们还在范靖山区域布置了6套视频监控系统 近期观察到保护区周边有金狮猴活动 离世金狮猴还在逐步扩大栖息地范围 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态狼道取定了一定成效 自2018年范靖山生态成功以来 同仁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信守生态承诺 持续加大对范靖山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 出台系列地方法律法规 推动建立分工明确 择权清晰的监管和保护体系 而作为贵州省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同仁市近年来也在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 奏响范靖山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奏曲 我们通过开展资源调查 科学研究 巡护监控等多种形式 范靖山动植物数量从2018年的7154种增加到7925种 珍稀宾威动植物避难所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创建范靖山国家公园 相信将来通过世界遗产地 国家公园两大金色名片 范靖山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本地的文化传承 做出更大的贡献